如果你到一個城市 到一個地方去 如果你只有30分鐘 你會去哪裡 你一定會去市場 因為你到市場 就會看出這個地方的人文的特色 因為它就是每個人最熟悉 最生活的 這才是庶民經濟 對 這是庶民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整個這個 當然有一些大的建設也有 不過不是只有大建設 更重要的是 能夠去貼切到每一個巷弄 每一個市場 每一個人民 他每天在生活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我把它稱作是 對 所以它有給你們什麼 就是一定要幾天之內 弄好 有 我們都有列館 都有列館時間的 對 都有列館時間 像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五大成博 每一個成博 我們就有一個小組 那在這個小組裡面 把相關的單位都匯聚進來 然後去解決每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都會聽聽里長 聽聽智智會會長他們的意見 然後跟他們一起來合作 但是我雖然今天不是政治問題 但是剛剛竟然講到庶民經濟 我覺得其實柯文哲這個庶民經濟的概念 好像比較 是真的有在進行 他有提過這件事嗎 對 我們其實很務實的在做 就是說其實不一定說 大概在媒體上不一定很清楚的去 因為大概 因為大概媒體比較關心 跟政治的議題 但是以我們團隊裡面 我們不會去把政治議題當優先 我們會把 市民的建設當優先 那就是能夠真正的來 讓每一個地區都能夠帶動起來 尤其在這種 傳統跟現代之間 怎麼樣做最好的結合 好 我們就繼續吃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